那時候的團隊裡面 乃哥也是一個運動健將 他說需要再一個 很能玩遊戲 取代他 然後後來乃哥就有危機意識 怕小琪取代他 亂講 然後小琪呢 他就忽然間跟你請辭要去唱歌 你那時候為什麼 有點不捨 因為我很想要 他前面已經出過兩張了嘛 是不是 對啊 都不紅 都不紅 然後他說 你在那邊做得好好主持人 表現不錯 阿尼姬 我要去發片 我要請辭百戰百勝 誰找你發片 影響 愛 我們今天跟九孔 小琪 我們三個人男人聚在一起 我要來參加我們下面一位 我們今天要來這個地方是 九孔介紹的 北海岸 很美的海岸 對 你帶我們往山裡走幹什麼 對 為什麼 這山裡面啊 奇怪 我們今天難得一聚 是不是好好的帶觀眾去看看 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到處都有 但是要帶你們去一個 充滿夢想 充滿愛的地方 很難得 不過小琪為什麼跟九孔那麼好 你們之前怎麼認識 我應該是那個時候 我當歌手的時候 都沒有機會去參加 阿尼姬的節目 阿尼姬的節目都是 頂尖歌手 鑽石舞台啊 還有那個 金曲龍舞榜 金曲龍舞榜 我那時候去連環胖 還不能唱到單歌 我只能跟他們演短劇 殺 殺手 要刺哪裡 要刺地瓜 因為我去演短劇 因為個人形象比較端正 其他的就是九孔啦 順子 小偉 我們那一團是我是最帥的 應該說是 對 然後我是 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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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最帥的 對 可是那麼多朋友 為什麼剛剛最好 短劇安排裡面呢 因為那個幾個是哥哥嘛 然後他比我小 就像弟弟 然後每次他們都胡鬧之後 節目組安排我就 有沒有都可以這樣 他是來 他出來結尾的 好… 他永遠也覺得 他細不好 所以出來結尾對不對 我那時候已經夠爛了 然後齊哥最早的一首歌 你也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隨便唱你一定 你常常打酸獨自到海邊 去走走 怎麼樣 你有聽過嗎 沒聽過 然後後來都忘了一點 然後後來才去你擺戰吧 走投入路 你為什麼收留他 我那時候收入就是 連環炮的短劇 還有跟瓜哥錄 百戰百勝 我那時候跟瓜哥合作 我真的很幸運 是因為連環炮的導播 也就是我們百戰百勝的製作人 然後他看我表現得不錯 然後瓜哥那時候的團隊裡面 乃哥也是一個運動健將 他說需要再一個 很能玩遊戲的 然後後來乃哥就有危機意識 怕小琪取代他 亂講 然後小琪呢 他就忽然間跟你請辭要去唱歌 你那時候為什麼 有點不捨 因為我很想說 他前面已經出過兩張了嘛 是不是 對啊 都不紅 都不紅 然後說你在那邊做得好好的主持人 表現不錯 阿尼基 我要去發片 我要請直百戰百勝 誰找你發片 影響 小琪 事實這樣其實 主持節目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還是滾石唱片的簽約歌手 然後小琪老師就跟我說 我對你很有想法 我想幫你製作專輯 我很開心就跟瓜哥說 阿尼基 小琪老師說對我很有想法 然後瓜哥就有一個很神秘的笑容說 三年前 小琪老師也是一樣跟瓜哥說 我對你沒有想法 到現在還沒發片 後來我就跟他講 你就好好安心去發片 努力去發片 萬一發片沒成功 我們永遠大部分是為你開人 我這句話是我最感動的那時候 因為 瓜哥平常跟我們都是開開玩笑 然後開開心心的 然後我去請辭的時候 阿尼基就真的跟我說 如果發展得不順利 隨時歡迎你回來 對 那心裡就很塌